这是上世纪最值钱的两名拳手 这场比赛也是1996年年度最佳拳赛 迈克泰森 霍利菲尔德 这两名拳王打了两场比赛 二人出场费总和就超过了1亿美金 我们之前介绍了泰森与老霍的二番战 本期的历史最佳拳赛系列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这场25年前的超级战 双方的一番战 超级战总要经历一番磨难 泰森和霍利菲尔德原定于1990年6月 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进行战斗 无奈交手前 泰森在日本东京遭遇暴冷 后来泰森卷土重来 双方约定在1991年11月进行战斗 结果泰森入狱 一下又耽误了几年 时间来到1996年11月9日 这场迟到6年的对决 终于在拉斯维加斯打响 泰森得到了3000万美金的担保收入 霍利菲尔德的收入也不低于1200万美金 补充一点 二番战时 霍利菲尔德的收入也超过了3000万美金 灯光璀璨 人山人海 裁判米奇霍尔滨一声令下 双方正式开始角逐 WBA重量级世界拳王 泰森一上来就抛出强有力的前后手组合 打得霍利菲尔德一个措手不及 霍利菲尔德也很聪明的架起胳膊 采取搂抱的方式 哪怕在泰森职业生涯的末期 他在低回合的杀伤力 任何一名拳手也不敢掉以轻心 泰森打出了漂亮的摇闪组合 霍利菲尔德虽然力量不如泰森 但是他擅长抓机会 也打出了一些高效的反击 泰森多次把自己抛出去 二人狂野的摇闪着 然后抱在一起 双方再被分开 最后重新开始战斗 周而复始的碰撞 让场上的火药味愈发浓烈 首回合铃声结束时 双方还在互相伤害 第二回合 泰森依旧弹药充足 打出了一些有效的命中 霍利菲尔德老谋深算 打法粘糊 在第二回合后半程 打出一记强有力的左勾 让泰森吃了点苦头 往后的几个回合 大致剧情是 泰森直来直往的出击 霍利菲尔德防守 走位伺机反击 如果是老观众看过我之前做的泰森合集 应该能发现 泰森此时与他刚出道时期 在打法与风格上像换了一个人 早期 泰森把打马托体系发挥得淋漓尽致 快速的摇闪 下潜 鬼魅的走位 而这时的泰森在全的力量上没有改变 甚至比他早期还要重 但是在摇闪 速度与灵活性上降低了很多 有如此大的改变 一方面是因为不自律 浪费天赋 外加坐牢 另一方面就是训练团队的原因 这时候泰森的打马托体系 基本消失殆尽 以前的他 可能更像一个手持利刃 不罚鬼魅 速度惊人 出其不意的杀手 这时候更像一个手持两把大斧头 直进直退的猛兽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也欢迎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再来说一下霍利菲尔德 霍利菲尔德有着一流的抗击打 可以看到第五回合被泰森标志性的摆拳击斧 接勾拳直冲下巴 霍利菲尔德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此外也不得不说霍利菲尔德十分顽强 他对于战术的执行能力顶级 在机会的把握与反击的速度上顶级 还有霍利菲尔德的边缘技术也是顶级 很多人戏称他练过铁头弓 经常三个拳头同时出击 对于这种打法 从拳击规则上来讲 他又谈不上犯规 也只能从其他方面进行批评 有点看不惯又无可奈何的感觉 第六回合场上的形势突变 泰森的眼角先是被撞开 随后被霍利菲尔德左勾拳抓住 迎来一次毒秒 随着时间的流逝 体力的消耗 泰森的情况不容乐观 半场过后 泰森也增加了一些残暴 双方很多时候也处于一个顶牛的状态 对此泰森深感无奈 头确实没有霍利菲尔德硬 也被老货枪压半头 后半程泰森的进攻方式更像是摇奖 试图单凭重击给霍利菲尔德致命一击 老霍是谁了 拳坛知名大聪明 战术大师 当泰森的打法变得单一 心理防线被突破 想再赢下比赛就有点难了 第十回合 泰森呈现崩盘的趋势 被霍利菲尔德的后手迎击命中 霍利菲尔德左右开刷重击 泰森强行吞下多计重拳 虽然挺到了回合结束 不过这一连串的暴击也打光了泰森 最后一次血条 第十一回合 泰森还没有从刚才的重击中缓过来 失去了重击 凭借抗击打强吃几拳后 裁判见状 叫停了比赛 最终霍利菲尔德在第十一回合 踢KO取胜 捧走了这条 WBA重量级金腰带 天才总是爱浪费天赋 这时候的泰森才30岁 对于一般的拳手来说 正值当打之年 这场比赛也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分水岭 此后也没能再收复他在重量级领域中的失地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